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帶大家遊覽一下倫敦Waterloo究竟都有什麼景點和明星 相信住在英國或倫敦的朋友 聽到Waterloo應該第一時間都會聯想到倫敦拉拉或泰晤士學 但其實除了這兩個明星之外 Waterloo還有很多其他景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Waterloo其實是被譽為城市的文化中心 擁有很多世界級的藝術場所和大受歡迎的劇院 所以如果對藝術有興趣的朋友 來倫敦不妨也可以來Waterloo看看 首先我們當然先介紹倫敦拉拉拉 其實我現在是一直是從Waterloo 스� Fashion走過去 大概步行時間是6至7分鐘非常之近 Waterloo是倫敦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 亦都是歐洲最大的摩天凌 總共有32個座倉 每一個最多開涌 滿25個旅客 Youtube Station 走过去 大概步行时间是6-7分钟左右 非常之近 Watt London Eye 是伦敦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亦是欧洲最大的摩天梁 总共有32个座舱 每一个最多开用 到25个旅客 而每一次的体验时间 就是大概30分钟左右 等旅客可以360度全景欣赏到大品钟 国会大厦 西文治 西文桥 泰晤士河等的美景 但是它的收费是有少少贵的 就是有分standard ticket 大约25磅 和fastard ticket 大约35磅左右 我们在走去London Eye的途中 是会经过一个小小的公园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是会有很多人在这里 野餐、晒日、太阳聊天 我们终于走到London Eye了 今天就不是很多人 但是通常一度假期就会排很长龙 人多的时候 可能大概都要排一个小时 或者更多 所以如果想来坐London Eye的朋友 就记得要多一些时间 大家坐完London Eye之后 就可以继续沿着泰晤士河走 然后呢 在我们的右边 就可以看到一个 好像体验官那样的馆 其实这个是一个叫 Shrek's Adventure的冒险乐园 相信大家小时候 都有看过Shrek这部电影 里面会有动画电影 小型4D过山车 和不同类型的3D体验活动 好玩小朋友玩的 我们再走前一点 就会看到一个水族馆 叫Sea Life 亦都很适合一家大小来玩的活动 所以每逢去到假期的时候 这里都会非常热闹 现在应该看到前面有一条桥 过了桥之后 大概再走多7分钟左右 就会看到另一个 伦敦很出名的名声 西文子 但是因为西文子 是要靠外门票 才可以进去参观的 所以今天我就没有拍片给大家看了 西文子平时的开放时间 就是星期一至五 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 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半 而星期日是不开放 让游客进去参观的 Waterloo另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 就是South Bank Center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South Bank Center 其实是一个大型艺术文化中心 经常都会举办各种活动和表演 但是通常比较多本地人会过来 而这个area 就会通常布置成一个food market 尤其是在节日期间 很有节日气氛的 所以很多留学生都很喜欢 圣诞的时候来的 South Bank Center 还有一个BFI的电影院 会定期举办电影节 但是BFI主要上映 都是一些英国本地的电影 而戏票都不是特别贵 所以如果对英国电影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过来看看 最后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泰布士河 泰布士河是英格兰最长的河流 长达346km 如果沿着河边一路走的话 其实可以欣赏到对岸的风景 例如可以见到Saint Paul's Cathedral Millennium Bridge 和Big Bang等等 大家如果不想走的话 其实都可以选择搭船 游客通常都会购买一张 24小时内无限次上下游船的飞 Waterloo其实除了有很多观光景点之外 附近也有很多餐厅 不同的选择 买东西也很方便 因为附近有Sainsbury Tesco和M&S 交通方面 Waterloo是一个很大型的火车站 所以也很方便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还想我下次介绍英国哪些地方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下次再来带大家游览英国 大家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就记得Share、Like、Comment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